可以了 多少錢? 剩下二十元 謝謝 謝謝 這麼巧 怎麼這麼樣子?你會怕見到我嗎? 我怕你們不想見到我 你不是還記住那天軍口說的話嗎? 傻瓜傻的, 常常胡說, 你別擺心 他們這樣想我也明白 始終我也是替曼先生打工的 你也會說, 你打工而已 更何況現在也沒有證據證明 榮哥那間屋被人輸好 跟你們公司有關 別想太多了 你明白就最好了 你也來踩單車嗎? 一半一半 我每逢假期都會踩一輛車出來兜客 替單車客泵氣, 當作運動之餘 順便賺點外快感 你真是勤力, 打這麼多工作? 沒辦法了, 誰叫我說不出話嗎? 找一場工作真是不容易 就唯有多打幾份散工, 將勤補絕 那我祝你多點禮物點手 謝謝, 對, 你怎麼會進來留浮山? 我火灼那天 掉了一張跟家人拍的合照 那張相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還沒回來找 不過我又不記得在哪裡掉 又不記得走過哪裡 所以也有點大海鬧針的感覺 你今天走運了 留浮山的路, 我閉上眼都會走 我幫你找 真的嗎?謝謝 我記得我上次跟君控在這裡炒車 我之後有回來找過, 但也看不到 可能上次硬大看過龍而已 我今天再幫你找真點 那個村民是專門做環保回收的 定時定後在這裡撿垃圾 說不定他有見過他的照片 文莊 林哥, 我朋友前幾天在附近摔了一張照片 是一家人的合照, 你有沒有見過? 沒什麼懷疑 不過這袋垃圾我在這裡附近撿的 還沒分類 如果你們不怕髒的, 你們自己找找吧 是嗎? 是不是這一張? 是呀, 謝謝你 最重要是找得回 文莊, 你會否認得這張照片的背景? 我想找回這個地方 我不是很認得 不過我可以陪你來找找 再走進去就是刮頭路 不像是你的照片的背景 那不如我們在這裡休息一下吧 謝謝, 前面就是被火燒了那間屋 村民真可憐, 就這樣就失去了那間屋 錢財新愛物, 無村無難, 算是這樣的 那天我看見他去了我們公司找曼先生 當日他的屋激動 我想這間屋子對他來說很重要 應該不會, 這間屋是用來擺貨而已 火燒那天他找我幫他搬走那些貨 應該就不會太大損失了 火燒之前搬走那些貨? 火燒了, 又會這麼巧? 他還找得我很急 讓你這麼說一說, 回想起來 也真是挺幸運 那他有沒有和你一起搬? 搬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又沒有 我只記得他比我早走, 說有事要做 留下我一個搬最後一轉 我記得我進入房子沒多久 就開始起火 火燒得很快 我記得警察有提過 在現場發現有白電郵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幸運? 文聰, 這裡附近有沒有五金店? 他在大街開五金店的 不好意思, 先生 我想問一下榮哥那間木屋火燒之前 有沒有人去過五金店買類似白電郵之類的東西? 榮哥, 你是哪位? 祥哥, 他是我朋友, 你不怕說 每天都敢難幫忙, 忘記了 這件事很重要, 幫幫忙吧 最多過兩天 我去店裡免費幫你收拾貨 不要了 找你做義工, 有一間QE炸我營 不過文聰, 看來是你 火燒前一天, 榮真是你 榮哥, 還買了三、四罐白電郵 不過我看他臉黑黑的, 沒問他 那你有沒有跟警察說? 當然沒有, 大家街坊街里嘛 村頭散, 村美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老老實實 真是別說我說出來, 我免得回來了 喂? Elaine, 曼先生在這裡嗎? 她離開了香港 那曼太太呢? 曼鑽莎, 你不用避免我了 你放火燒我家屋, 何時賠錢? 我看見你這麼慘 你剛才說的這句, 我在這裡沒聽過 但如果你說多一次的話 我保證你今晚會收到律師信 我會告你的誹謗 你破產也不行 我知道 你來找村長打算擺平收地的事 我告訴你 沒用的 我只會繼續每天唱衰你 每天在你公司門口灑陰獅子 你懂得罪的, 你就快點賠錢給我 不然的話, 十個村長幫你不來 不要緊 你儘管說得誇張點, 方便我告你 不用每次找律師信來回答我 大家都是樓浮山人 不用做得這麼盡 我瘋起來, 什麼都會阻礙 你也會說大家都是樓浮山人 我萬豬沙華是什麼人 你應該很清楚 說瘋, 我瘋過你十倍 如果你繼續玩的話 我不僅會告你破產 我還會趕你出樓浮山 是找人橫抬你出去 萬太太, 來了嗎? 村長, 你好 我知道你喜歡有威士忌 所以特地找人從蘇格蘭拿過來給你 怎麼這麼客氣 是呀, 這次和村民都談好了 進去慢慢談 一邊喝一邊談 是呀 老闆, 老闆, 不肯報仇, 不肯報仇 不肯報仇 放開我, 老闆不肯報仇 她該死的, 她該死的 什麼?然後我和禮信一角飛身撲過去 我扣著榮哥的手 禮信搶走他的火機 在千鈞一發之際 我們阻止了一場世紀大爆炸 說完了嗎?文初 你的手語太快, 我們看不及了 簡單來說 就是文初和這位司徒先生 英明神武地捉了阿榮 說完了 原來甚麼事都是阿榮弄出來的 難怪, 前幾天我在街上碰到他 總是覺得他全身都有電油味 又在馬喉嚇 無論如何, 這次抓到阿榮 要感謝文初和司徒先生 是禮信警覺勝高 看穿他很古怪 那也要初哥哥幫忙才可以盛世 對, 全靠文初和街坊熟 才能吐出這麼多資料 你們倆也好 這次可以幫沙羅洗脫嫌疑 一天乾淨 司徒先生 今天要請你吃一頓飯 我一定要訂定老鼠斑和龍蝦 不用客氣了 還有叫我禮信就行了 老鼠斑, 要不要這麼好招呼 你之前不是誤會別人嗎 過去跟別人說一聲對不起吧 我只知道 初哥哥每次見到那個人 都沒有好事發生的 不是火燭就捉嘴